谁能想到 那场婚礼竟成了林心如霍建华事业的分水脸 近日有媒体爆料 霍建华和林心如已办理了离婚熟悉 新年第一天霍建华就被赶出家门 大家好 这里是一览无鱼 每日为您分享最新港语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结婚前 林心如是华语地区皆知相闻的紫薇哥哥 秦深深与萌萌男才女帽半生缘秦氏黄飞等 叫好又叫做口碑爆棚 而霍建华长相帅气 尤其古装扮相一绝 天下第一仙剑奇侠转战长沙花千古等剧 更是成为当年热播爆款 作为演员 林心如和霍建华都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名人 外形出众 作品过硬 各自吸引粉丝无数 然而自从两人结婚后 演绎事业肉眼可见的下滑 有粉丝说了自己脱粉的原因 两个人我都很喜欢 但是他们一结婚 就两个都不喜欢了 而当事人的粉丝 则都气愤于自己的偶像明明长得这么好看 演技又好 和谁恋爱不好 为什么偏偏找了他他 粉丝彼此嫌弃 都觉得对方配不上自己的偶像 两个当事人倒是甜甜蜜蜜 婚姻进入第六个年头 林心如和霍建华有如今的局面 他们会后悔吗 林心如和霍建华的相识 最早要追溯到2005年的地下铁 作为男女主角 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剧中有大量亲密戏份 还有不少吻戏 毕时 林心如已经凭环珠格格一二部 以激情深深与萌萌小宝与康熙等剧 成为两岸三地最当红的女性之一 而霍建华也演过海豚湾恋人和天下第一 从台湾省红到了大陆 两个当红明星对戏 虽然都是老手了 却状况不断 林心如水瓶座 性格外向敢说敢做 不管是亲密戏还是吻戏 她都大大方方的 当工作来完成 霍建华是典型的摩羯座 她性子慢热 加上拍吻戏时有很多路人围观 搞得她很尴尬 怎么都进入不了状态 这天的吻戏 拍了足足有七小时 林心如后来抱怨霍建华是高原商煮不开的开水 性子太温吞了 霍建华则模仿林志颖的言行举止 予以反击 没错 此时林心如的男朋友 是台湾知名帅哥林志颖 地下帖让林心如和霍建华相识 还颇有点互相嫌弃的意味 林心如觉得霍建华花少太被动 对女生也冷冰冰 完全不像一般同事那样熟络 霍建华却开玩笑说 我要对你太热情 你会以为我喜欢你在追你啊 林心如白眼一番 我才不会自恋到以为你喜欢我呢 虽然嘴上嫌弃 但台湾就那么大 林心如和霍建华在圈子里抬头 不见低头见 慢慢熟悉 也成了好朋友 好朋友在成为恋人之前 都有各自丰富的感情经历 先说林心如 虽然以温柔显书之书打理的 紫薇一脚走红 生活中的林心如确实个叛逆女孩 早在上学时 林心如就是让老师非常头疼的女学生 她长得漂亮 身后永远跟着一帮讨好她的追求者 她把校服改得非常短 只为显露自己的好身材 她又经常穿着高跟鞋黑丝袜来上课 惹得很多男生无心学习 17岁的时候 林心如被广告公司的摄影师相中 以模特身份进入演艺圈 1995年 19岁的林心如和林志颖 合作了电影学校霸王 两人不仅是好搭档 还顺势成为男女朋友 林志颖也是万千上男少女的偶像 和林心如恋爱 她们是台湾演艺圈非常养眼的一对逼人 不过这段恋情很快就无声无息没有下文 原因是林志颖觉得林心如不太适合自己 她是野心太强 工作上鬼点子多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林志颖觉得厚得不住林心如 分手后 林心如的绯闻对象 一个比一个帅气 拍环珠格格使传出林心如和苏友鹏关系非常要好 男帅女美非常登对 林心如还在苏友鹏的建议下 从琼瑶的经纪公司解约 转而签约了华谊 同时也将工作重心慢慢转移到内地 不过两个人都辟谣说太熟悉了 熟悉到根本没可能成为恋人 2000年林心如参演了警匪动作大片雷霆战警 和导演唐继理传出了绯闻 唐继理是香港知名导演 是他一手将成龙推上了金马影帝的宝座 也是他亲手打造了警察故事系列 以及红番区唐继理虽是动作替身出道 但人非常有才 和林心如恋爱后 多次传出两人好事将近 即将举行婚礼 之后林心如和连凯合作了最全苏启儿 又传他和连凯关系不一般 不过很快林心如和知名导演 王小帅实质紧扣的照片一键报 他和连凯的绯闻不攻自破 出道多年 林心如恋爱最长的一段 就是和唐继理 两人纷纷和和达十一年之景 2010年 林心如参加活动 被问到和唐继理分手原因 他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林心如搞事业的同时也没忘了恋爱 另一边霍建华也不遑多让 霍建华早在2003年拍千金百分百时 与陈乔恩传出绯闻 两人在片场异常亲密 私底下也经常约吃饭喝咖啡 到第二年 霍建华拍摄《天下第一》 和女演员叶璇传出绯闻 有记者派到霍建华与叶璇一起去打桌球 两人手叠着手关系异常亲密 打完球两人共撑一把伞 霍建华还非常绅士地搂住叶璇 不让他被雨淋到 接着两人一起回到了酒店 这段恋情持续了三年 到霍建华跟关芝林合作电影做头 姐弟恋传闻《甚嚣尘上》 传闻在电影拍摄期间 关芝林还给霍建华煲汤 而片中两人有不少激情戏 霍建华因为紧张发挥不好 关芝林非常耐心非常温柔引导 霍建华虽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但他总能逗得关芝林哈哈大笑 不过关芝林和多名富商关系密切 当然不会真的跟霍建华玩姐弟恋 除了这几个合作对象之外 霍建华还曾被传介入 李晨和张新宇的恋情 当年李晨和张新宇分手之后 曾发长文回应 提到女方和霍先生在一起了 娱乐圈里姓霍的男性并不多 矛头直指霍建华 不过这个绯闻霍建华 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而是冷处理 倒是张新宇默认了恋情 还表示两人只是露水情缘 长久不了 可以说从出道至今 霍建华的绯闻女友 就从来没有等过 2015年9月份 林心如在自己家里 摔伤有点严重 霍建华当时正在内地拍戏 她得知消息后停掉工作 马不停蹄飞回台湾去探望 外界纷纷猜测两人关系不一般 不过当事人一直以好朋友相衬 否认在谈恋爱 万万没想到霍建华 第一次公开恋情 就是宣布结婚 2016年5月20号 林心如工作室突然宣布 林心如和霍建华恋爱的消息 两个月后 她们在巴厘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由于恋爱结婚消息太突然 林心如和霍建华的粉丝闹得非常大 5月公布恋情 7月结婚 9月宣布怀孕 如果不是疯子成婚 不是怀孕之后才决定公布恋情 根本不会这么急切 而林心如在拍婚纱照时 所有照片均以花束遮挡肚子 更做使了疯子成婚的传闻 虽然经常有人开玩笑拍婚纱照 男性就是背景版 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女方美美美 但是新郎霍建华也太背景版了 她表情严肃难见笑容 更让她的粉丝觉得她是被胁迫结婚 那段时间 林心如和霍建华双方粉丝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都觉得是对方高盼了 不过粉丝闹得凶 两个当事人到和和美美的举行婚礼 没多久又迎接女儿的到来 人家结婚是强强联手 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 却让各自的粉丝都跑光了 易容剧容易损剧损 林心如和霍建华风评变差的同时 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演艺实验 结婚生女之后 霍建华只播出了两部剧如《异传注梦情缘》 以及一部电影《大约在冬季》 这还都是在结婚之前拍摄完成的 整整三年多时间 霍建华只在林心如担任制片人的 《华灯初》上李克串 霍建华无戏可拍 林心如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在2018年主演了好朋友苏友鹏 指导的嫌疑人X的现身 这部片子口碑一般 很多观众感叹紫薇姥姥 如果说一开始官宣结婚 很多人觉得惊讶 甚至愤愤不平 那么后来这几年就无人在意了 随着影视作品减少 观众甚至都忘了娱乐圈 还有这一对夫妻 不过林心如和霍建华 也不在意外界的看法 一家三口倒是很享受生活 林心如和霍建华 年少成名 出道多年 该享受的名享受到了 该赚的钱也赚到了 有了女儿 安心享受生活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您怎样看待两人的感情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给大家看待 给大家看待 给大家看待